朱大通1932年生人,解放以后,即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学习太极拳 同时于著名的太极拳,吴氏太极拳,吴图南和杨宇廷 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退休以后,开始从事于太极拳的理论研究 以及著书历说,并发表讲权的CD,影响比较广 他自称一家自创太极拳自然门,成为自然太极拳的创始人 如今也是逃离满天下,他的功夫到底如何 我们没有切身的体会,只能从他在网上的讲学中 在网上的教学中,以及跟他的徒弟的匕首之中了解一二 他的最得力的徒弟曾与他不合 写文章或者发表声明,跟他的矛盾很大 揭露他有些地方弄虚作家,比如他在凳子上坐着 让他的徒弟按住他,他自己放松就能站起来 很轻松地站起来,结果站不起来 只能让徒弟放轻了摸他 他的功夫到底有多高 我们很难清楚地知晓 但是,应该说是有些功夫的 我们所要了解的,不仅仅是他的功夫 更主要的是他讲了些什么 对我们是不是有帮助 对我们学习太极拳,学习太极内功 是不是有借鉴作用 他提出的九松石药一须零 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总结 他的自然门太极拳 被总结为一句话,就是放松 就是松弓 这也是比较精确的 总结了他的太极拳的 九松主要指的是 个关节要松开 肩,肘,肘,腕,手 手上的各个小关节也要松开 胯,膝,踝,踝骨 脚上的,脚趾上的关节也要松开 腰,腰上的关节要松开 脊椎上的关节要松开 所有的骨头的关节要松开 都要松开 都要松开 石药 石药主要指的就是 收垫,溜臀,裹装,收腹,膝腹,膝腹,斩胸,圆背 内膝 内膝 尖胸窝 持相 人如果把所有的关节 所有的骨节都分开 都松开 就能一气贯通 他在掩饰他的太极拳 他松开以后 胸 身上所有的劲儿松开 劲儿就能一下到脚下去 也能一下提起来 他给他的学员在比划 讲 他的松开以后的作用 当他被推住以后 他一松 他的学员就推不住他 就起到一个非常微妙的作用 下面是一段老视频 视频不是很清楚 是他在教他的学员 他松的时候 怎么松 起什么样的效果 有的动意想起 起不来 我想主动起 也费劲 我想忘了 你看这是真的起不来 为什么 身上没松开 我现在不想起 我头啊 静静的 身子静静的 就是松 这些静 皮肤要 两边是人 单静的静 脚底松 就让他退 对啊 对啊 他不觉了 他脚底没有 做清楚 对 张这个眼睛说 起不来 啊 因为我一松就起了 啊 哎呀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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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您是 好好好 您这个再来一下 再来一下啊 明白照着我让他起 这些静静的静的静静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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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 我们也 我们这些人 叫松铺 我说松铺 一般人都觉得 那是真的假的 能松 能松彻底 劲儿就能在身上运行 就能一松到脚 松蹬到脚下以后 就起到了 将对方 扒根的作用 松透了 劲儿下去了 就犹如天平 两个人一接手 两个人就成为一体 成为天平 一下子把对方 根给拔起来 拔起来 对方根以后 那就很容易 把对方 失重 朱大通 对放松功 有很深的 讲解 和很独到的 认识 对于我们学习放松 有很好的借鉴和帮助作用 朱大通 朱大通认为 尖的松开是最困难的 尖如果能松开 人是 人是扳不起 这个胳膊的 他让他的学员 一边一个人 来扳他的胳膊 他没有放松的时候 大家很轻松的 就可以扳起来 当他放松了以后 想扳动他的胳膊 就很难了 其实 这些都是属于 生物力学 是我们 常识的力学 不能解释 他的徒弟 在 死命的扳 他这只胳膊 两个人都在扳 扳不动 具体 他是不是真的有 这种功夫 我们不得而知 但这种功夫 是肯定有的 太极拳分为两大派 一派是崇尚力量 怎么样使自己身体的力量 最大的力量发挥出来 通过 腰 胯 等等 要把自己全部的力量 更好的 更全面的发挥出来 一种 就是 不实力 完全放松 一点都不实力 实际上 不实力这种功夫 是非常难训练的 太极十年不出门 很多人 就是练了十年 都不见得能够出门 应战 原因就是 不能 很好的 把这个松弓 把这个 不实力的功夫 练出来 多数人 百分之九十的人 基本上 都是 不能完全练出来的 只能是 一部分松弓 一部分 是力量 用 一些 其他的力量 来弥补 松不够 实际上 仅仅有松弓 还是不完全的 还应该有其他的功夫 朱大通 在他的 学说中 没有完全的 讲出来 同时 无视太极拳 传人的 马长勋 先生 提出了 一种观点 认为周深 是一个气球 手 手 手 须领顶劲 手 须领 整个身上的劲 须领 整个身上的气球 所发出力量的时候 人 就难以抵抗 在 马长勋 的 以境中 他把这个 须领顶劲 说成是 手领顶劲 手领 周深之劲 项领顶劲 那是 太极拳 所说的 虚领顶劲 是另外一个问题 他把这个 两个分开了 他的这个见解 实际上也是 很有见地的 他表演的 是真是假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他们提出了 自己的主张 这些主张 是很有见地的 对于我们 后来学习 太权的人 是可以从中 得到借鉴 得到 醒悟 作为一代名家 朱达聪 肯定还有 他没有说的东西 他不可能 把自己的功夫 全部说出来 但 他 把 松功 说得很透彻 这已经是 很不容易的事情 对于我们 学习太极拳的人 是很有 帮助作用的 松功 是太极拳的 基础的基础 没有这个基础 太极拳的 内功 是无法 进行训练的 在松功的基础上 还有其他的功夫 关于这些 其他的功夫 人们是很保守的 一般的 是很难得到的 你没有重心了 他两条 两个脚 一个手 加一个肩 是三个利点 一个支点 我现在必须松脚 我松了脚以后呢 他脚就飘了 他飘了 我的脚现在就起来了 他起来了 我稍一动 他就出去 我是往那么看了 先来往这边看 朱大通讲 周深九大关节 乃至于所有的 从上到下的关节 全部松开以后 一气贯通 一下子就能够 劲能够沉到脚下 也就是说 你全放松以后 上下是全部通了以后 通透以后 对方就会拔根 就会脚飘起来 身上飘起来 这说的是 在实验室的情况下 是有一定的范围之内的 是有一个先决条件 也就是说 它是一种 试验的情况下 是会到的 到达这样的程度 这就是 太极拳的训练的基本功 拔对方的根 使对方站不住 但是呢 这个呢 是有条件的 不是说 任何人 任何情况下 都能做得这么好 只是说 在实验的正常的情况下 是会有这样的 神奇的效果 这个效果 是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如果 在任何情况下 都要做出来 那需要很多其他的功夫 相辅助 相配合 甚至呢 你还得有其他的功夫 做 做中间力量 才行 太极拳 就是这样 一项一项的东西 试验 来练出来的 为了使学员 清楚 放松弓 就能够拔根 那么 就得做掩饰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 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掩饰 有的掩饰呢 它本身 这掩饰呢 是有真的 掩饰嘛 就为了让大家学习似的 在这个基础上呢 很多人 就开始 无限制的掩饰 把太极拳 弄成了神拳了 就脱离了 它原来的本质 网上有很多 这样 瞻折即扑 一挥手针 飞出去 这样视频很多 我们无法分辨真假 所谓 外门 外行 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作为自己宣传史 很多人采取了这种 无头无脑的 网上经常出现一些 无头无脑的视频 使人非常的 感觉台积拳非常的 不可思议 但是呢 也让人提出了很多的质疑 讲究随手一挥 就把人打飞 看看 你看这小伙子 只要表演这种视频 地方很强壮 他随手一挥 对方来一跟头 你很难说出 他这是真是假 因为他 毕竟不是比赛 如果在赛场上 大家就 很容易看清 真假来了 你这个是在 是在掩饰 对方是不是配合 那很难 确定 如果是讲学 是为了使学员 学得更清楚 做一点夸张的 表演 也是应该可以谅解的 至于 那些为了宣传自己 无 节制的夸张 他已经选在 讲授内功的时候 他不能 一下子 把所有的内功 因为最高深的内功 你更难 理解了 他就说 分层次 分层次在讲解的时候 就要示范 示范 做出的有些动作 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完成的 它是有条件的 不是无条件的 所以呢 他在讲解的时候 那就必须做出 一个卫手的动作 呃 台语拳 叫卫招 呃 在卫招的情况下 呃 他有些动作就比较夸张了 这应该是可以谅解的 呃 朱大聪 这是在 给 做视频 在讲解 徒弟 在招法上 他是不能变招的 他只能一个招法 他来给大家讲 如果说他在讲的时候 你不断的变招 那他没法讲了就 所以这应该是可以谅解的 这是一段真实的民间推出视频 哈 小伙子一下把对方推出去 也是很轻松的 呃 就是因为他一送到底嘛 把劲儿松开去了 所以 一下子把对方的跟拔起来了 所以他推对方很轻松 现在再看 换一个对手 情况就不太一样了 就推出去没那么轻松了 水平 差距比较大 当然了 发放就比较轻松 水平相差 很接近 推起来就不要困难 那你要碰见一个 比自己水平要高的 那就情况就反过来了 所以呢 实际上在太极拳推手 以及实战中 要看对方的情况如何 双方的势力 水平是不是相当 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朱大聪 朱大聪的功夫高到什么程度 我们无法确知 因为他没有参加过正式比赛 也没有见到过他与高手 实打实的进行推手或者实战 呃 只是看见他与其他的学员 或者其他的爱好者 进行 呃 一场 比 一场简单的比试 也就是说 让人听听他的劲 所以我们无法确定 他的水平到底有多高 但从他的 呃 由说 从他和其他的人 进行这种 简单的比较 可以看出 他是有一定的功夫 而且 他在讲学中 的确宣传了太极圈 把太极圈的内功 暴露了一部分 让后来学习的人 可以有 学习的资料 可以参考 呃 这应该说是对太极圈 借的一大贡献 他的贡献 是不可磨灭的 呃 在此呢 我 衷心的感谢 朱大聪 老先生 为我们留下的 宝贵的这些 台积圈的财富 关于台积圈的 其他的方面的探导 其他的功夫的探导 我争取在下几集中 进行一些 欢迎大家 到时收看